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回去啊 你不会 再跟母亲告我的状吧 这下我看明白了我 这怪不得瑟瑟晚上气冲冲地 跑我房里来 你 你肯定是惹瑟瑟了 你给我道歉 母亲 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 就让我道歉呢 这废话 这是许家的家官 你不知道吗 这夫妻之间吵架 错的永远就是丈夫 你赶紧认错 谁定的规矩 你别 夫人对不起 我不应该开你玩笑 说你绑大腰圆 其实你的腰一点都不粗 你的腰才粗 行了 跟个小孩似的 娘跟你说 这夫妻相处之道 最关键的就是 正好就说 小座遗情 大座伤身 跟娘笑一个 笑起来真好看 你过来 怎么回事啊 小姐跟那位又掐起来了 谁啊 徐家少夫人跟首饰店掌柜的串通好了 可想借钱 这妈爹有的事 爹再给你啊 不生气 不生气 陶小姐 虽然我不知道来龙去脉 但是你损失的银两我来负责 令色是我的夫人 她做错事 我替她向你道歉 夫人 你的夫人 我稀罕钱吗 令色三发五次让我当众出城 你还维护她 好 就要令色来给我下跪道歉 跪到我满意为止 否则 你休想和我爹谈生意 曲子路 你就是眼瞎 美丽 美丽 跟下跟下 这闹得哪一出啊 这都看到了啊 要么照我闺女说得多 要么这买卖就别胆了 那就让直习过来认个错 有陶老板在 还能当真让晚辈 就这么跪着呀 是吧 我 许子路 断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 你拿我刚干嘛泡脚啊 你今天财运不错呀 这是我光明正大赢的 你休想要回去啊 和店家联手 一起骗陶小姐 也叫光明正大 她怎么知道的 这事也不能全怪吝啬姐姐 都是陶小姐有点欺人太甚了 你听听 大众的声音 还狡辩 回去把香城还有生意经都抄一遍 抄完了我把东西还给你 抄不完 别想出门 写字啊 我不干 我最讨厌写字 我写字就偷偷 你这招太赢了 我要找娘评理去 我已经跟娘说过了 她非常赞成 说许府上下没有人不会背 你去吧 你看她让你抄几遍 你 你们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把这么立场 只能抄得不公开 你才是一蓝 如果你将这一蓝 大区 你呢 你还建设你 是 兄弟 那帅哥 你擅大我 打发一下 这么一点 这字 写得真不错 植树胸义 苍劲有力 我们小姐写的呀 这不叫字 这叫鬼画符 这样 明天我把这张 给贴在那个 许府的大门上 镇宅 你们两个 天天都来都去的 无不无聊啊 怎么会无聊啊 你不会觉得很甜吗 这一来一往啊 叫情趣 标准的言情桥段 按照下面的剧情 他俩马上就会 从相看两眼 发展到相互吸引 最后发展成一段 荡气回肠 又缠绵翡测的 宿命爱情 他俩 柳燕娘 你可快闭嘴吧 你是不是最近戏文看多 把脑子给看坏了 还什么爱情呢 我现在就想让许子路 给我跪下求饶 我看你啊 就那张嘴印 现如今 还不是被他许子路 压得死死的 我呸 那是我在憋大招呢 我都懒得理你 不对 你来干嘛呀 我忘了这个事了 就我那厨子啊 家里出了点事赐功了 找的人三日后才能来 本来想着 让你辛苦一下 明日包了我的后厨 立先分你一半 可现在看呀 我得另想办法了 立先分一半 你这想什么办法呀 你还能找到 比我更合适的人吗 我跟你说 这事包在我身上 可是你就不是 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吗 不就是抄个书吗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算不睡觉 我得把它抄完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赚钱的脚步 明天见 去死吧你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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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那我去弄死吧 你让开 让我自己来 老子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 实力 骑子龙小心 你 你自己过来 不是我主动拿 就这点能的是吧 还想英雄救美 我是打不过你们 但是我带人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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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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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把他放下 大哥 快跑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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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徐子路 你再来晚点就要散偶了 还好你没事 走 走 没事就好 帅 什么帅啊真是 徐子路 你刚才是不是在关心我 那我那个书是不是不用抄了 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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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少爷 那你们忙 我先出去了 平儿 平儿 大少爷 我这都已经受伤了 你就别再来找我麻烦了 好 怎么了 你干嘛呀 你用的是烫伤稿 要赶紧擦掉 你的手 不是会 我又不碰你 只要你不碰我就行了 那个 皇商推举大会的事 没耽误吧 不关你的事 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好 你一说话呀 感觉就 好了 好 那个 少爷啊 这个吧 他 那个 你的大作我早就看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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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